什么叫骨盆前倾,庄严,还骨盆病区,主任医师 很多病人到门镇来看,就是咨询骨盆前倾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医学方面呢,我们的医学书上并没有这个名词叫骨盆前倾 那么大部分这些病人来自的呢,他从说这个健身班教练 或者是月子中心的这个康复师跟他说的,他的这个骨盆前倾 那么我想他可能指的是一种这个腰椎的一种过度的腰底脚的过大 使这个骨盆前倾嘛,但是从医学上我们并没有这个概念 不是很明显,大概都是一些就是个人姿态的一些区别 那么可能会就显得肚子有点向前突,像这样的 他们大概指的是这样的,但是具体的 我没有跟这个健身房的教练交流过 具体的骨盆前倾到底是一个什么,他们指的是什么 首先他这个不是一个病态的一个改变 如果给这些人去拍片子的话,它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改变的 那么主要的可能还是在姿势上的纠正 专家提示 一,医学上没有骨盆前倾的概念 二,可能指的是一种腰椎过度的腰底脚的扩大